高宏安究竟要做有罪的骗罪 还是无罪的辩解 这个就要看他的诉讼策略 那个时候的诉讼策略 坦白说高宏安应该自己精算多少钱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7月26号最重要的新闻 就是高宏安被重判7年4个月 剥夺公民权4年 这个案例可以说是法官打脸检察官 其中非常重要的 认为高宏安的贪忽所得 是46万 那法官到了精确的核算 变成了11万 中间相差35万 那案例说 以高宏安的兴奋 跟他过去可以拿到六位数 年薪六位数 他会贪吃11万干什么 就是说这个要符合一个叫做比例原则 但是我不管怎么说贪污一块跟贪污一千块都一样 贪污就是贪污 这个是你逃不掉的 然而我们看法官 打脸检察官 就是说当时候的起诉 检察官都在灌水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 高宏安被重判 7月26号就发布解职 当然民进党又在照表 说他解职还可以领半薪 事实上任何一个贪污市场 他一旦解职的话 他是不发薪水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二审 在高宏安上诉二审的期间 高宏安是拿不到钱的 也拿不到他应有的兴奉 那至于说领半薪 那个是谣言 那个事实是给高宏安难堪 然而我们现在话说了回来 高宏安的这个案子 他重创了谁 他重创了柯文哲 柯文哲说他一个晚上 心情都很坏 也没有睡好 他也不知道高宏安未来上诉 获判的几率到底那有多少 然而我们说了回来 高宏安在第一时间 知道他被重判以后 他马上宣布退出民众党 显然从7月26号的那天开始 他已经不是民众党的党员 他既然不是民众党的党员 柯文哲为什么那么关心这件事 柯文哲关心这件事大概是四个 第一个他不应该拉高宏安 进入到肮脏的政坛 如果高宏安现在还在红海的话 大概他什么事都没有 他可以做他的叫做 我们台湾叫做中之女 所谓中之女呢 就是薪水很高 那年龄也到了大龄的时候 那薪水也很高 可以悠悠哉哉 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如果他不从政的话 他是一个专业经理人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他从政之后 如果他不选新竹市长 他还待在立院的话 今天也不会这样 他待在立院 民进党没有攻击的借口 况且 好况且 台湾也很多立委 他们对于攻击金的处理的方式 就是这样 纵然高宏安说 别人都是这样子说 但是高宏安忽略了 法律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叫做不告不理 没有人提出告诉的话 你法官不能够主动的说 我要审理这个案 那检察官呢 只能够用检报的方式 把它列为 连他这案都不是的 申办案件 可以办 也可以不办 这个对高宏安来讲 他如果那个时候 待在立院 他不去破坏 绿军在新竹市的经营的话 那今天高宏安也没有问题 那第三个 救高宏安 这个案子爆发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 高宏安 我那个时候曾经讲过 他必须跟他男朋友赶快结婚 就是说避免让他男朋友作证 也避免 说男友干证 男友 毕竟跟你做新竹市长 先生都不能干证 你何况是男朋友 这个 所以他在辩论的过程当中 为自己辩护的过程当中 他的男朋友放在那边 始终是一个问题 那过去我都讲过 因为如果是有 是有结婚合法关系的话 他因为在三等亲之内 可以拒绝作证 检察官也对他莫可奈何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高宏安究竟要做 有罪的骗罪 还是无罪的辩解 这个就要看他的诉讼策略 那个时候的诉讼策略 坦白说 好 坦白说 高宏安应该自己精算多少钱 而不要东拉西扯的 讲每一笔资金的来源 因为讲到钱 因为这些钱不是高宏安自己处理的 就跟宋楚瑜宋先生的新票案一样 我当时我也跟宋先生旁边的人讲 宋先生不会去处理这些跑什么银行的三点半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我说宋先生最好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少讲话 因为他自己他都说不清楚 那这些钱也不是高宏安自己处理的 所以呢 你越解释漏洞越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究竟要采取哪一种辩论的方式 这个时候律师的意见就非常的重要 但是就我所知 高宏安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他自己的看法 他只有自己面对 这个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讲的难听一点 这个案 去追诉 或者是去起诉 或者是进行审判的过程当中 各位去看 几个被告都是缓刑 那显然这个案子是小案 绝对不是大案 但是法官为什么判的那么重 况且高宏安过去没有秦柯 他为什么判的那么重 这个是留下了揣测的空间 不管怎么样 现在话说回来 高宏安的二审 可以这么说 我建议高宏安 去把历年来所有的贪污案 好好的整理一遍去看一遍 看一审法官的法律见解 跟二院 跟高院 跟二审的 法律见解 甚至于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判例 对地方法院 对二审是有拘束比 他应该去研究 这一方面的案例 然后找出最高法院的判例 来为自己辩护 事实上 事实上 高宏安这个案子 是拖身的希望 那我只是讲希望 或者是拖身的机会 否则你用一审的方式的话 二审那也不会接受 在这种情况之下 柯文哲应该做什么 柯文哲一方面 他是要帮高宏安 另外一方面 新竹市的布局 新竹市的布局 那只有两条路选择 一个是高宏安辞职 一个等二审终结 等二审终结的时候 对不起 那个时候权力 已经在民进党的手上 那现在就要看 高宏安如何抉择 就是在二审上诉的那一天 是不是宣布 辞去新竹市的 新竹市的市长职务 因为他现在只是解职 他市长身份还在 所以呢 柯文哲一方面 看到新竹市 由民众党前党团总召 邱成远代理市长 另外一方面 他又想要选举 这个时候 我劝柯文哲一句话 两害相权取其心 很多事情拖到了最后 拖到了最后 越拖越久 就是炖刀割肉 炖刀割肉是越割越痛 快刀割肉的话 一分钟你就解决了 痛个一次而已 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众党应该何去何从 就要看高恒安 岳飞与辞职 炖刀剑旗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